东京街头看板上日经指数出现大大红字 川普当选后 美股庆祝行情下跟着拉抬日本股市 川普推动减税还有提高关税的政策 刺激了美元升值日币贬值 这也让市场抱持期待 一度推动日本股市上涨 虽然日股表现很给川普面子 但对日本来说 不安隐忧却远比乐观期待还要多 2023年美国超越中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国 其中出口的第一名就是汽车产业 若美国提高关税 日本汽车恐怕失去竞争力 不过川普上台对日本经济成长也有利多 除了经济层面 美日外交的影响也是日本关注焦点 尤其比起拜登强调与同盟国间的合作关系 川普更重视与各国领袖的个人关系 因此日本政府正积极协调 希望让首相石破茂 这个月在南美洲参加完国际会议后 有机会飞到美国和川普见上一面 川普即将入主白宫 全球局势将出现更多变数 如何一边强化美日同盟的关系 一边发展自己的外交路线 是日本政府接下来面临的课题 欢迎新闻十四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